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帮我们问候一下他们哟 三人过去都曾到上台湾 碍于疫情无法附海外见粉丝 留在私赶快万千 我们之前真的去台湾公演过 拍摄过 每当去台湾时 大家都很温暖地迎接我们 真的非常感谢 这次虽是透过世心张文与分丝见面 但他们希望下一次可以面对恋与台湾分丝互动 近期人在台湾病局的杰夫剧君热爱情故事 在韩川辩 留在私也热情的大汉 还有我们弟弟谁苦哥的剧君业 跟我们许希恩嫂子 请帮我们问候一下他们哟 盼望记者帮忙传大信息 李光珠当场笑出来 哈哈虽然有点突然啦 于碧 留在私再次强调 请帮我们跟他问候一下哟 岳阳关心剧剑也与虚息源的近况 大S和剧君业卫视上杂志拍摄的大片之前 已经流出 大家只是看到他们的很多亲密造型 并没有了解他们在拍摄这些照片过程有多甜蜜 杂志也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基本上内容大家都已经知道 两人疯狂决定闪婚 主要还是剧君业 难以忘快在二十多年前分手的遗憾 因为虚息源在剧君业心里的形象无法抹 去任何人都无法让他有恋爱结婚的冲动 而虚息源被上一段婚姻受到压抑 所以剧君业的出现拯救了他 啊 让他很快开启新的恋爱生活 虚息源和剧君业结婚半年左右 两人如教士期 他们拍摄杂志的《花絮》里 非常甜蜜 虚息源非常喜爱剧君业 不亏为二十多年前的真爱 剧君业是歌手 而虚息源是演员 歌手和主持人 在爱情面前 他们没有年龄的界限 更没有地域的差距 他们充分释放彼此的热情 让大家看到什么叫爱情 虚息源喜欢刺青 所以才玩了戒指 目的就是打破传统和保守 让两个人的爱情释放天性 这才是真爱 无需解读 更无需吞让 能够将平凡的生活过程 有向的世界 看来只有虚息源和剧君业能够做到 他们都深爱彼此 不在乎肺患流长 勇敢的亲吻 告诉对方爱情的意义 就是热烈地表达彼此的爱 在剧君业的世界里 虚息源变成了二十多年前的小女孩 剧君业可能会飞到韩国演出 但她还是会肥 会虚息源的身边 她说因为有家庭 有爱人让她有归宿感 爱情的最高紧接不是名利 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爱人在你身边 彼此珍惜彼此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